今天邀請到攝影大人可sir 來談談拉架鏡頭或攝影方面 因為很多人覺得拉架鏡頭手動 拍攝有一個阻礙 手動鏡在拍攝方面 有很多情況下 會比自動鏡方便和好用 因為肯定焦點方面 我們會追得更準確 因為肯定一個目標是拍攝 多謝柯sir 多謝你的訪問 拉架相機、拉架鏡頭 實在是一門學問 我自己只是很膚淺 完全不是達人這回事 只是一個愛好者 因為事關於可sir 用拉架鏡頭都拍攝了很多年 對拉架鏡頭操控方面 都認知有一定認識 這個很肯定 因為我也是可sir的一個學生 在可sir的途中 都學會了很多拍攝上方面的技巧 可sir可sir 希望你可以講解多少少少少 如何運用拉架鏡頭 可以拍攝更多的美照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要熟 熟 因為很多人買了相機 買了鏡頭回來 就是用那一刻都不熟 變成反應慢了 很吃虧 這樣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最初玩的時候 拿著一部機 可能習慣了 不是看怎麼看說明書 都是通常用P模式 對 直至慢慢懂得 原來有A模式、M模式 開始懂得多幾樣玩法 也知道什麼是開始認識的光圈 實際上懂得用P模式 也好 就不要用自動模式 我經常說 拍照用M模式不重要 最重要多些拍照 你不拍照就發模式 所以熟悉很重要 熟悉你的工具 我經常說 相機也好 鏡頭也好 只不過是工具 這個當然沒錯 現在我們在桌面上 也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其實我們現在 有沒有說 阿可Sir 你會說 喜歡用哪支鏡 和拍什麼照片 在桌面看到這幾支 我實在是這幾支 都用得很多 例如這支 R鏡的7210 R鏡的35-70 還有這支 還有這支 R鏡的 Superanguron 21mm F4 這些我用得很多 最重要的是 你用得多 用得熟 自不然能夠做到得心應手 說得好聽些 心鏡合一 這個我很有感受到 因為我自從上完 阿可Sir的課後 我那個創意思維方面 帶到給我的心得 這個 我自己現在拍攝都是 完全是 我可以心鏡合一 每支鏡的拍攝角度 都其實在我腦裏 心裏 完全可以知道 我大概是哪個部分 哪個位置 我就已經感到失打 是 好多謝這個 除了手動鏡 我們現在是玩開這幾類 R鏡 其實M鏡種 可Sir有沒有玩過 實際 我第一部機 就是講拉架 第一部機 第一支鏡 都是M 是哪一部呢 我大約是1979 或者1980年 開始接觸拉架 我買第一部拉架 就是M3 這個身體 就是講緣分 就是一位姓吳的工程師 讓給我 很有回憶 為什麼呢 這部機 第一 號碼 1134567 好漂亮 1234567 第二 第二 這部機 可能大家玩拉架都知道 M3 是行啤零的 所以過片那一刻 真的很好玩 很舒服 另外那就是聲音 一段時間大家不是很多玩 Dillpoint的大火機 是呀 的 是呀 原來這部M3 是很棒的 你在夜靜的時間 靜的地方 你是按過30秒 那一刻 那一刻聲音 很美妙 所以實在我最初玩M3 最吸引的就是這東西 當年來講 因為我在70年代初 都是打龍 下降的期間 那時博殺 都是用單鏡機的 到七、九、八年 差不多 我在日本回來之後 就開始接觸M機 第一支就是 50mm的 太膠波 古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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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玩拉架 都很貴 因為我們的搬 生活指數很高 是 實在很貴 我記得這部機 好像賣5,000元 5,000元 80年代也貴 很貴 但是 不知道為何會養給別人 所以当年很有趣,很多人玩拉架,玩M镜是保值的,甚至是增值的 其实都是,虽然我入行不是很久,但是我都看着拉架镜头是真的保值的,而且是慢慢升值的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M镜,R镜是不断的,都是在进行 R镜是真是很值得玩的镜,尤其是想尝试玩拉架有限的,大家可以选择玩R镜 可Sir,我们可以讲解一下,用R镜发挥所拍的相片,和R镜是很值得玩的 几千元有一支,不是很像M镜那样贵 因为以前的人说,用拉架镜头,用拉架的Body 但是慢慢慢慢,原来不是的,拉架的R镜可以加一些Adapter 可以放在我们常用的N牌,或者C牌的单镜反光机那里用的 效果是非常之美的,现在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说更好,就是有了无反相机 无反相机我们叫做万能插素 M镜也好,M镜也好,R镜也好,都可以加一个接环,摆在无反相机那里用的 所以,很多以前不常用的R镜和M镜,现在就翻山了 因为大眼生了无反之后,其实它真的很简单 只有不同的Adapter,就是转接环的插头 你就可以用到所有的镜,可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你用过拉架镜头之后,不能回转? 这是我承认的,因为发觉相片的质素和给到的立体感 那个质感是和一般的镜头有分别不同 这是我承认的,可sir,主要来说,你摄影了这么多年 你会喜欢拍摄人物,风景,人像,或者微距 哪一类型的题材? 实际上我是没有固定的题材 基本上什么题材我都会拍摄的 但是当然了,我是1969年开始正式还摄影 我1969年是入中华会,中华摄影学会 之前的学生时代那些不算了 在70年代初,主要我是打龙,考咸 去到80年代以后,就开始享受摄影了 我去到,好像刚才说,大约是79年,80年左右 我是买第一部的M3 但是会发觉M3有很大的缺点 因为M3只有三个线框 50,90,135 如果是35mm,就要用一些有眼镜的镜头 很不方便 所以当年第一时间当然买一部M2 M2是35mm,50mm,90mm,三个线框 即是说M2加M3就最好用 是一个线框 对,由35至135都可以认 但是始终来说,90mm还可以 135mm的线框很小,对焦很难 说得不好听,是断鼓的,很难中招 后期我玩M4P,M6,Panda,虹咬肌等等 去到90年开始,我就玩R机、R镜头 因为刚才说到,135mm都对焦很困难 135mm以后就不能玩了 所以开始我玩R机、R镜头 我第一部是R5 我玩的R5是早期R5 大家知道R5分为两期 早期是Portico,是葡萄牙生产的 没错 电子都经常坏 到R5后期,转回西德做的就好些 很快我国部又不要了 就玩R62、R7、R8 一直玩到现在 有一段时间 Y那一部分,特别是M3-5 我很喜欢M镜头 但当时买R机、R镜头很贵 以前的R机比M更贵 只不过现在的年代很多朋友 不知道那段历史 只会说M比R 但当年来说R5 我自己也讨论书 我也有上过以前的代理轻画 拿过Cata-Lok看过 一部R5的冷支镜 在80年代也有2万多 R5是80年后期 差不多91、92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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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是一部非常好的机械 我曾经在小英世界写过一篇 叫做R6的公过 四个一篇文 这篇文都挺轰道 在大陆的网站放置 置顶 置了很久很久了 也说一下R6的优点 接下来是R7 R7是电子机 但有一级是机械快门 到R8便是全电子 R8亦分开两期 第一期是波士道 第二期是德国 我记得当时分野是二四字头 二四字头之前是葡萄牙 之后那些是德国 当然不是德国 大家玩拉架都会留意 当然很多朋友都会 始终有德国品牌 心里面喜欢德国做多些 但是镜头不是 镜头一样 很多人都猜不到 镜头有很多误解 很多很漂亮的M镜 都是加拿大製 很多人都不解 因为加拿大当时 拉架是没有了玻璃材料 而加拿大是有玻璃材料的元素 但是加拿大政府不准它出口 所以拉架是在那里设厂 生产镜头出街 很多朋友不知道 就以为加拿大不是 以为差事 其实不是最漂亮的材料 就是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也做了很多 军用镜头 比美国 所以很多人都对这些误解 当然 如果是熟悉拉架的历史上方面 就会有很多朋友 玩镜头 可能其他在网上 所传的镜 未必一定是会玩那一只 因为当你知道 拉架有很多漂亮的镜头 是在加拿大 亦都有一些很厉害的镜头 其实他们的造工 你看上去 是完全不觉得镜头 是平面无奇的 或者是很笨重的镜头 但是要拍出来的镜头 是很惊人的可以 是的 可Sir 我们介绍一下你拍过的照片 好 这张宏砖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亦都是用令南画派的手法 这张是五重曝光的 一实两虚两船